泰国外交部次长西哈萨旁吉角日前披露 泰国方面将就给予中国游客免签政策进行研究 据报道称 泰国外交部将收集关于给予中国游客免签政策的正反两面意见 并递交全国维持和平与秩序委员会 供后者进行进一步的考虑 西哈萨上周访华举行中泰第二轮战略对话 西哈萨说 他在访华期间 中方再次提出泰方考虑给予中国游客免签 中国现在是泰国的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国 目前 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客采取落地签的方式 也可以提前办理签证 去年赴泰的中国游客达到了470万人次 同比几乎增长一倍 泰国的旅游人力及交通资源都不足以保证每个游客的安全 因此在免签政策正式实施之前 泰国还有很多方面要做好充分准备